我们最后要上的叫做金属的冶炼 就是要提炼出金属 金属很多呢 都是用所谓的氧化物 或者其他的化合物的方式 存在在自然界当中 我要把它从化合物 变成元素的金属 然后拿来运用 所以叫做金属的冶炼 冶金 冶金 那除了少数金属 因为活性很小 所以它会用元素状态存在之外 其他都是用化合物的方法存在 所以我要从化合物 转变成元素 透过的方式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利用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呢 有的是氧化物 不是氧化物把它断烧成氧化物 然后再利用还原剂 然后把它换出来 然后我们通常是用碳 为什么用碳 因为碳的活性还算有点大 然后呢都要便宜 就是煤炭便宜容易得到 不用花太多的钱 好 大家把它换出来 OK 那我刚讲的是铁 怎么样链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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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很少有 很少會問到俗名人的事情 或講俗名人你要知道很少 但是灰石石灰石會出現 所以你要知道灰石碳酸蓋 然後每一叫當作還原劑 那幹嘛要教灰石 就是要去泥沙 等一下要教你要背 等一下要教你要背 這講是最簡單的一個講法 事實上在真的煉鋼場 每個煉鋼場就是他自己的需要獨特的配方 來得到他所需要的 剛剛那個都不太細節 我們不用管他 除非以後你要做這一行 後來就找到人說 我沒有鐵 我沒有這個 然後練鐵練出來就可以 OK 所以這個叫骨崩爐 膏爐 就把鐵礦加進去 煤焦加進去 灰石加進去 然後把它下來 在熱熱的裡面 裡面過關熱的空氣 然後熱 然後反應會比較快 所以以後會講溫度高 反應快 以後會焦 然後反應 然後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好 這就是第一個 煤焦 煤焦粉是那個熱熱會燒掉 燒掉會形成一氧化碳 那不是應該是二氧化碳嗎 因為它是個密閉的空間 所以氧氣比較不足 所以它不會變成二氧化碳 會變成一氧化碳 然後這個一氧化碳也可以當作還原劑 所以底下寫了兩個方程式 第一個是一氧化碳當還原劑 讓它變成鐵 第二個是讓碳當作還原劑 讓它變成鐵 所以反正我的煤焦丟下去 它燒完變一氧化碳 那也可以當作還原劑 然後那個煤焦的碳本身 也可以當還原劑 讓我們的三氧化二的鐵 變成我們所需要的鐵 就是它的反應 你看一下 知道這個狀況 知道這兩個東西都會當作 所謂的還原劑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我們為什麼要弄灰石呢 灰石呢 是因為它受熱會分解 這我以前跟你講過 然後告訴你要被碳酸鈣受熱會分解 會產生氧化鈣跟二氧化碳 這二氧化碳活不長 因為呢 密閉空間氧不夠 所以你不可以一個人搶兩個氧 你要變成一氧化鈣 把氧吐出來 所以就二氧化碳又變成一氧化碳 那一氧化碳 氧化鈣可以當作還原劑 去還原我的鐵 然後這個碳酸鈣就分解 產生氧化鈣跟二氧化碳 然後呢 不是說要去泥沙嗎 我們說要去泥沙什麼之類的嗎 那這裡只看到說 我提供了還原劑啊 去哪個這個 這氧化碳跟泥沙主要是二氧化碳會形成熔渣 偏氣酸鈣渣渣渣渣渣渣 所以它就跟泥沙反映掉 然後泥沙反映掉 所以氧化碳會跟泥沙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 會其實那個東東的東東叫做熔渣 那個熔渣 它的學名叫做偏氣酸鈣 方程式起來在這裡CASIO3 偏氣酸鈣 它就形成就是所謂的去掉泥沙 就是所謂的去掉泥沙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想說我們為什麼要加灰石 因為加入了灰石之後可以驅除泥沙 因為它會分解產生的氧化鈣 會跟泥沙作用產生熔渣偏氣酸鈣 熔渣偏氣酸鈣 就是我們的過程就是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渣渣呢 幹嘛呢 有產生一個渣渣 這個渣渣有用嗎 可以做什麼嗎 還就是一個廢物呢 這個渣渣有一個用途就是 它因為密度比較小 它會浮在鐵水上面 會隔絕空氣 防止鐵在氧化 否則你煉出來的鐵溫度很高 跑出來碰到空氣就很快就會再度氧化 結果變了半天白煉 就是之前是氧化的鐵 沒有再變成氧化鐵 所以它可以浮在鐵水上面 防止鐵在氧化 同時呢 最後把它收集起來之後 可以作為煉水泥的原料 所以這個渣渣是有用的 它的用途請你看一下 背下知道 它可以防止鐵在氧化 它可以來煉製水泥 是水泥的原料 這就是我們講的煉體的過程 請盡得我加了什麼東西進去當還原劑 那是我的煤焦焦碳 然後它產生的氧化 它也可以當作還原劑 請盡得我為什麼要加上碳酸蓋 因為它可以去除泥沙 會產生溶渣偏吸酸蓋 那溶渣有什麼用處 可以防止鐵在氧化 可以當作水泥的原料 OK 那這裡剛剛列穿的鐵 叫做所謂的生鐵 這個以前講過 這以前在講常見元素講過 生鐵的含碳量比較高 比較硬 但是比較脆 所以不適合鍛造 只適合鑄造 所以叫做鑄鐵 生鐵的含碳量高 所以適合鑄造鑄鐵 想辦法把裡面的碳盡量拿掉 讓它接近純體 就是什麼 叫做鑄鐵 鑄鐵就接近純鐵 金屬元素有延展性 就可以適合鍛造 就叫做所謂的鑄鐵 然後還有一個我這裡沒有寫 就是鋼 以前我帶一下鋼 然後考試就問你說 含碳量誰高 誰低 含碳量誰最高 身體最高 誰最低 熟鐵最低 那剛放在中間 你知道要背下就好 就是所謂的鑄鐵 以上就跟各位介紹 我們如何煉鐵的 請記得我們加了什麼原料 大概有什麼反應 背一下溶渣 然後它是什麼形成的 然後還有什麼用途 還有什麼用途 那個生鐵跟熟鐵 應該比較簡單 我們以前就已經教過了 就是有關於鑄鐵的部分 OK